各位好,今天我要介紹的是MAFOTO的新的組合式腳架 MAFOTO其實它算是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它們的腳架現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義大利製 那這一支其實最大的重點就是在於它的中座橫插 中座橫插主要目的是讓使用者有更多角度可以做拍攝 因為有中座橫插的設計,它也有一個更好的設計就是在於它的低角度拍攝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中座橫插的部分 先把中座的鎖定鈕先全鬆 往上拉起之後,下面也可以按鈕按住 它就可以直接拉伸到最上面,打成旁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延伸它的中座,讓它可以做正常拍攝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低角度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把雲苔轉動的位置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,我們相機可以加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拍攝主機就可以在它正前放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真正的長度為多高 170左右的腳架,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一定是足夠實用的 像是實際上看到,當我把腳架懸開之後 它的高度正好在我胸口 它在胸口的話實際上都會有一台相機 這個高度就剛剛好可以做這個拍攝的一個操作 那對於一些身高高的人來講 它可能還需要做一個中座提升的部分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到相機網市裡面 來看一下它本體長得如何 來實際感覺一下它重量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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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